D-Day TV KPM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 Road to Success SPM 2020 再一次跟我Fiona 然后你们在家一定是在问 现在会我们上什么课呢 现在我们就也是会上华文课 但是是Cedrine 2 第二张Paper 2 那今天我要跟你们讲 虽然我们在家读书 我一定要跟你们告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们知道现在我们在什么情况吗 有这个Covid很坏的Covid 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 如果你们有出去外面桌子 或者是要去拿巴士或什么东西 记得记得要戴什么 一定要戴口罩 还有碰过外面的东西 一定要洗手 洗手 要用肥皂 不要只是用清水 要不然那些细菌是不会走掉 不会死的 然后记得一定要有那个距离 最少最少都要一个米的 一个米的距离 不要跟人家太靠近 要不然等一下不好 不知道那个人是有没有Covid 最好的就是你们带在家里 没有什么东西就不要出去 也要跟你们的父母讲 爸爸妈妈如果没有东西 不要出去 去做工 要记得要测试什么 Maisuchatro 好了 讲得这样多 你们在家一定是那边想 我的老师呢 今天是谁呢 是谁会教我们 我们的细菌2呢 要知道是谁吗 来吧 我们看这个视频 好了 我们就有林老师跟他们 我们在一起啦 林老师好 Biana好 OK 是这样子吗 好 来 今天呢 我们就有林老师来教我们 细菌 细菌吗 细菌2 对不起啦 以前我在学校常常发梦啦 你看要讲话也讲不好 OK 好 我们现在呢 要给老师一个机会 来讲一讲我们细菌2呢 是有什么 有什么 有提示呢 来考到比较 回答得比较好一点的呢 有没有 简单的一个 那很多人都说 事件2很难拿分 它是你的决定性的 拿A不拿A 及格不拿及格的 一个决定性的事件 不过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的 知难行义 对不对 知道它难 你就怎样 多积极一点 行动多一点 那到最后 它就会变成 很容易了 很好 我觉得现在 我很有那个 什么人聊 来 我们在这里讲 也没有用 我们要听一听 外面的朋友 外面的同学们 怎样想呢 来 我们看这个视频 大家好 我是莱坚平 就读于甲冬 卫星市国中 很荣幸能够被邀请上节目 显谈 作为考生 对华文事件2的一点看法 我认为 身为华人的我们 有义务 去好好研究 并学习这门语文 我在华文事件2当中 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在理解文 并不能很好的获得分数 不是回答的太长 就是太短 而我比较擅长的部分 是在文言文当中 能够比较好的理解文章 以及题目所需 希望可以通过这堂课 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以恐怖所学习过的知识 谢谢老师 也在此 祝贺所有SPM的考生们 能够获得 自己所期待的耀眼成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来自 亚东卫星市国中的 2020SPM考生 其实当初 我并不想报考华文 因为我认为 SPM中多一张考卷 很烦 但是在老师的鼓励下 我报考了华文 同时也在老师的 细心指导下 我发现我的华文 能力增强了许多 我认为 华文试卷中 最难的两个部分 是古文 以及名句 古文 是因为 它对我来说 是另一种语言 名句 则是因为我懒多读 我希望在 这次的复习中 克服我这两项落点 虽然 SPM考试 已经延迟了久 但是 我还是希望 在这战场中 胜利得A 未来的SPM考生们 我也希望你们 能够成功 获得胜利 谢谢 哈喽大家好 今年SPM困难重重 但我依旧相信自己 能在SPM华文课中 取得 优良的成绩 我在此 希望 SPM考生们 无论现在 将来 都能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所以讲老师 真的是很重要 像刚才有一个同学 讲 今天觉得很烦 不想考中文 但是幸好 有老师来鼓励他 所以同学们 你们在学校 在家 一定要努力 努力来读书 因为老师 真的是花了很多 很多功夫 来教你们 好吧 今天 我在这里 不是一个人 不是和林老师罢了 我们也有很多 一般同学 跟我们在一起 来 我们介绍 我们今天的同学 哈喽 你们好 看老师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好 我是任老师 很热闹 我可以看到 全部都穿着 uniform 你们是从哪一间 学校来的 都会进行四国中 很好 拍拍手 好吧 来 现在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开始之前 我要问老师一个问题 刚才我在外面还没有开始 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听到人家讲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期 日子 今天是什么日子 初期人日 初期人日 人日 我有听过 人人生日 人人生日 是我你 还有全部人生日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Happy birthday everyone 生日快乐 OK 好吧 来 老师交给你吧 来 我们继续学 碰巧今天是 我们的大年初期 那 人日 所以我在这里住 Fiona 我的宝贝们 还有线上的所有的观众们 人日快乐 然后祈祷 今天大家能够 今年大家能够 和顺安康 好 Fiona 你没有好奇 为什么是人日吗 人日 OK 为什么是人人的生日 也对 其实这个是我们华人文化里面 一个传说 就是女窝在造人的时候 有没有 她从年初一开始就造物 那一连六天 她造了鸡 狗 猪 牛 羊 马 到第七天的时候 她就造人 所以初期就人日了 哦 原来如此 我这样大现在才知道 哎哟 幸好有老师了 好 来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 进入今天我们要讲的课题了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那大马教育文凭考试里面 事件二 基本上呢 涵盖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现代文 有概述 简答题 第二个部分是古代诗文 有文言文和诗歌 第三个部分是名句 一共有三个部分 所以刚才Fiona你说 好像其中有所谓的 你看不懂的 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古代诗文 尤其是文言文 好像太空旅这样 好像刚才有个同学她说 是我另一种语言 文言文对她来讲好像另一种语言 所以今天我们会好好地学一学文言文 老师我要问一问 其实呢 为什么我们要学文言文呢 那文言文其实是我们语言的老祖宗 今天我们家女爷爷奶奶 那我们的华文里面 就有我们的老祖宗 文言文 我们的根源来了 语言这个华文里面的根源来了 OK 好 那今天这一堂课呢 基本上呢 我分成两个部分讲 就是现代文 我们会通过现代文 阅读理解步骤 把大家带进这份考卷里面 第二就是解题 既然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试卷二 但是当然离不开 就要讲一讲题目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文言文 怎样阅读文言文 怎样去理解一篇文言文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跟文言文相关的题目 我们要怎样去解题 那当然 今天这一些内容里面呢 老师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 主要是 因为大家都面对考试了 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不对 避在眉睫了 那不才会指出一些捷径给大家 其实要学好语言 始终都是要怎样 要多读 多看 多写 甚至多思考 我们不能够说 因为有个捷径 因为这个捷径 其实毕竟是因为要应急 所以老师才这样讲 那基本上都希望同学们 能够多读 多看 甚至多思考 来应付好你的语言 我可以夹多一个吗 好 多用 也对 对吗 就好像Fiona今天这样 一起跟我们用华语沟通 好 谢谢Fiona 那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容了 首先第一个部分 现代文 现代文里面包括了一题概述 然后接下来有十一题的简答题 那我们先来看 因为整篇现代文的阅读里面 从概述到理解 一共有三篇文章 所以三篇文章 我们一定要把它读懂 所以要读懂的话 我们今天就跟老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步骤 怎样快速的 可以在短短的考试时间里面 把文章读懂 那基本上 如果说你拿了考试 拿到考试 那些三篇文章 能够跟下这四个步骤做的话 要读懂读者讲什么 就没有问题了 首先是浏览标题 然后领悟基本的内容 第二就是快速阅读 整体感知 第三 辨识文体 分析重点文艺 第四 经读首尾 揣摩主题思想 读头跟读尾 待会我们看看 印证一下这些方法 到底有没有用 好 那我今天就借用了这篇文章 枯萎的普攻阴 枯萎的普攻阴 作为今天我们要参考的例子 我们实践一下 看看这些方式 好不好用 值不值得用 浏览标题领悟 所谓的浏览标题就是审题 所以审题我们来看一下 枯萎的普攻阴 枯萎指的就是肝枯萎缩 那肝枯萎缩的普攻阴 就是指什么 这个普攻阴已经要失去它的生命了 要枯萎了 所以如果你一审题了之后 基本上你大概大概就可以知道 一定是讲跟普攻阴有关的了 而这个普攻阴不是很漂亮的普攻阴 而是要枯萎的普攻阴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快快地速读文章 把文章快快地读第一次 第一遍 读完了文章之后 先不要说急着了 我就看不懂 好像有些地方不明白 不要紧的 压一压 我们先看问题 把问题也看一遍 看完了问题 你就会发现 大概我知道他要考我什么了 有时候在问题里面 也是有答案的 对了 然后根据了这个问题的需求 我们再倒回去 辨识一下文底 读了第一次之后 我们基本上就已经知道 这篇文章应该是属于什么问题了 那枯萎的普攻阴 它是一篇继续文 那这篇继续文 当我们出读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知道说 他把普攻阴比喻为母亲 因为文章里面 他是讲普攻阴的成长过程里面 从他含苞待放 从他到他生胎 到他枯萎 就是这个普攻阴在冬天 已经要枯萎 要吃去他的生命的时候了 然后如果今天普攻阴 被比喻为母亲的话 母亲也有他成长的过程 对不对 然后应该就是指的是什么 枯萎的普攻阴 就是指晚年 或者是已经去世的母亲了 没有了生命 或者失去生命力了 所以来到这里 一旦你一出识了文体之后 然后抓到了一些 基本内容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去精读文章了 当你精读文章 可能你说老师 为什么花花绿绿的 对不对 因为这是在读第二轮的时候 顺手你就要记下来了 考卷是你的 对不对 考卷是你自己的 所以你应该怎样 不用担心人家会计较 为什么你花的花花绿绿的 放党的去画它就对了 所以就把跟问题有关的资料 然后段落大意 关键词做好几号了 最重要是自己明白 对啦 甚至你去书书写写 都没有问题 不要画乌龟啊 来了 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精读首尾 可能你会问老师 精读头跟尾可以吗 当然它不是绝招 不过是一招好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作者 他要表达他的意思的时候 他喜欢在开头跟结尾 他会把他的中心思想 他的最主要的 要表达的 放在头跟尾 所以我们今天来试验一下 这篇文章的头跟尾 我们是否能够找到 他的中心思想 好 来 我们请我们的同学参议了 来 有同学来吗 先为这篇文章的手 读一读 思妮好 很紧张了 思妮 来 思妮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来 你可以开始读了 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 看不到清楚 不太清楚 可以吗 现在看到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好 冬日的午后 阳光虽也明亮 但处一处 还是有着庆苦的凉 冬以它的冷漠 果夹进百花的燕影 留一地斑驳的枯黄 我不由得竖起大衣的领子 不得 一颗蒲公英 出现在我的视野里 那是一株怎样的蒲公英 叶子的边缘 一路出微黄的老态 但还是透着铁一般的绿 叶子们努力地贴向地面 那是一种力量爆发前 手脚触地的姿势 也是呢 双一次又一次地从天而降 树叶渐渐飞去 草径慢慢垂下头来 生命的红灯 已经在不远处 正一点点逼近自己 那就用尽全部的力 贴向地面 贴向地面 这就是蒲公英 最聪明 最刚强 也最负责任的举动 他们明白 要想延续久远 就不能把头昂得太高 这样才能把最诚实的爱 尽可能多地传递给儿女 好 那思妮一起吧 把她的结尾也读一读 好的 如今母亲已续 留一颗蒲公英 在这冬日里与我面对 我伏下身 看着那泛黄的叶片 眼里就情不自禁地 饮满了泪 我伸出手指 沿着叶脉轻浮 与你对话 你知道 你知道你碰到了 我心最柔软的角落 她在疼吗 在我疼惜的泪光里 我看到你 透着如铁的钢墙与坚毅 打着爱的奇遇 温暖着我 层层叠叠叠的孤寂 一阵风吹过 蒲公英的叶子 触碰着我的手指 散着阳光融融的暖衣 如轻柔的爱福 久久不去 很厉害 好 谢谢诗妮 非常有感情 读得非常有感情了 对 好 那我们倒回来 刚才我们讲了 很多时候作者喜欢把它要表达的思想感情 放在头跟尾 对不对 对 那这篇文章的头是前面两段 尾是后面两段 第八 第九段 那我们现在通过刚才思妮有情感的读过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文章 作者叶子 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 它要告诉我们什么 它通过这篇文章里面 想要抒发怎样的一种情感 有人要试一下吗 来 同学们 谁 也是诗妮 读了 有了感觉了 对不对 好 有感觉就讲吧 我认为作者在这篇文章里 是想要以蒲公英来比喻她的母亲 然后对于从对蒲公英的描写 来描绘她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他写她母亲很苦 写她母亲好像蒲公英这样 要失去生命了 为什么他要这样写 因为他思念她的母亲 原来如此 他把她对母亲的思念 寄托在蒲公英身上 好 谢谢思妮 所以我们印证了 那刚才这篇是继续文 那我们要不要看一看 别的文体 别的文体 是否也可以看头看尾 就可以抓到 好 有兴趣吗 有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篇另外的文体 就是议论文 品味瑕疵 跟刚才的文体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种议论文的话 当然考试的时候 总是要问你什么 中心论点 主要点 中心论点 OK 那他到底 他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来 我们找个同学 读一读 体会一下之后 帮我们找一找 他的中心论点是什么 卫星 卫星 好 来 唯一的男将 来 老师好 好 中国有精无足次 人无完人的谚语 因厌也有 世上没有不长杂草的花园之说 由此看来 任何事物都有缺点 都有瑕疵 如何对待这些瑕疵 却因人而异 有些人斤斤计较 患得的是不满和不快乐 而有些人却学会品味瑕疵 从而收获了很多 尼采说 追求完美是正常 而有缺憾的人性 允许瑕疵的存在 是人生淡然的大智慧 学会品味瑕疵 才能感受到不完美的完美 才能创造奇迹 才能收获更大的成功 好 韦欣 看过了第一跟最后一段 可以看看题目 品味瑕疵 就是我们欣赏瑕疵 欣赏缺点 人没有完美的 都有缺点 他说 不管事物还是人 有缺点 那这个缺点 我们如果欣赏了之后 会怎样 来 韦欣 韦欣 听得到吗 作者也许想要表达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品味瑕疵 我们能够收获许多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从哪里找到答案 第一段的最后一行 第一段的最后一行 那第二段 最后一段的 有没有再重复提到 有 有 好 来 念一念 追求完美是完美 学会品味瑕疵 才能感受到不完美的完美 才能创造奇迹 才能收获更大的成功 好 谢谢韦欣 好 所以 从第一段跟第二段 我们可以看 第一段跟最后一段 我们可以看得到 前面提到了品味瑕疵 可以收获很多 后面它又再重复了 才能创造奇迹 收获更大的成功 所以中心论点就出来了 学会品味瑕疵 能够收获很多 我们不是只是要欣赏美 我们还要欣赏缺陷 好 那 看过了怎样把三篇文章 快速地读过 快速读过 然后就进入精读 对不对 精读找到了中心思想 找到了它的中心论点 那在答题的时候 肯定就没问题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 文章讲什么了 作者告诉你什么了 然后我们再进入 这个题型 怎样去思考 所以进入考题的时候 我们作答的时候 要注意了 首先我们进入 第一题的概述文章 那概述文章 它占的分数蛮多的 20分 从一篇文章里面 你要再概括了 它的内容的大意之后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段落 所以建议作答时间 30分钟 两个小时15分钟里面 我们用30分钟 不要太长 这你为什么 老师会把它拿出来讲 是因为我发现 很多同学 他在做这一题的时候 都花太多的时间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在30分钟 用刚才的速读 精读的方法之后 然后我们用30分钟 然后来作答这一题 拿到概述文章的时候 一定要分析题目 好好的分析题目之后 然后就一段一段的看 每看一段 每看一段 要把关键字记下来 或者是内容大意 如果有一个同学 比如讲 他看到第一个题目 这样子 他不明白 他要继续在那边坐着 一直看着那个题目 或者是他要 skip那个题目先 待会儿我就会教 怎样看题目 也有tips 你有心理准备怎样考试了 要 因为我要考到A 对 不要值个购 那每一段 那你在除了拿了内容大意之外 我们还要重看一下题目 那为什么要重看一下题目 读一段看一轮 因为要看一看 它跟题目有没有关系 那个内容有没有关系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用六个提问来辅助 来我们进入概述文章 那概述文章里面 基本上很多时候 都会出继续文 当然不是说 说明文一轮文不会出 也是会 不过多时候绝大部分 继续文的巴心率比较高 那继续文我们都知道 有六大要素 时间 地点 人物 开始跟过程 就一件事情的开始 过程跟结果 那我们怎样把它 能够联合起来 就是常常我们都提到的 六个提问 五个W 一个H 这个就是时间 就是根据什么时候来问 地点根据哪儿来问 人物根据谁来问 开始 什么事情 过程 为什么 到最后结果怎样 所以紧抓着六个提问 阅读的时候一直联想 联想 那我们就可以把答案列出来了 所以今天老师又拿了另外一个例子 OK 等一下 另外一个例子 跟大家谈一谈 那很多时候 我这边举了五个题目 这五个题目 你看到题目的时候 刚才Fiona问了 对不对 我要怎样 如果我看不懂 所以题目呢 你要抓关键词语 盖树爷爷感动作者的始末 感动始末 这个就是他的关键词言 然后盖树拍卖小提琴的经过 拍卖经过 所以当你在读他的内容的时候 跟拍卖有关的 就是要拿出来了 第三 盖树玛利亚性格改变了 前因后果 改变 有变 当然就是有没有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不变的 还没有变的 拿出来的内容拿出来 跟变的内容拿出来 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第四 盖树农村夫女如何面对 她坎坷的一生 如何面对 最后盖树 起盖树作者的母亲的启迪 而改变了经过 所以一样的 把关键词言先拿出来 拿了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目 怎样说 我们在关键词言里面 在题目里面 分析了之后 找内容就不难了 比如说另外一个问题 你会看到的 盖树江灵突然明白自己 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的什么 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拗口 对不对 没关系 把关键词言先拿出来 首先是动词明白 犯了动词 错误 点了出来了之后 江灵明白犯了错误 对不对 江灵是人物 明白犯了错误 然后他明白犯错 当然你就要知道了 拿着六个提问 来 他犯什么错 问了对不对 什么事情他犯什么错 好了 既然现在有明白 肯定之前是不明白 所以这个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犯错 当时候他就是因为不明白 他才会犯错 如果明白 他就会犯错了 最后他明白犯错 他是怎样明白的 他之前不明白 所以过后他是怎样明白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题目 分了之后 拿六个提问抓得出来之后 待会儿就跟着这一边 哪一个是他犯的错 哪一个是他 为什么他犯的错 然后最后他怎样明白的 就跟着这个问题 把内容找出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抓着题目 然后分析题目 然后我们至少心里面这个时候就有个底了 对不对 我有个底了 我知道我等一下就拿了什么内容出来了 你们有抢下来吗 雪楼已经在点头点头了 我们再看这一篇刚才这个题目 我们再如何把它的重点给拿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 继续文有六大要素 对不对 继续文的六大要素里面 包括了这个人物 地点时间 然后起因经过跟结果 那我们再看看这篇文章 他拿出来的重点 人物里面有江老师 董一树跟吴宝和 而时间是20年前 他刚从师范学院 学校毕业 20年后他成为一名著名的特辑老师 地点之前在学校教书就在学校 后来他为什么明白 他明白自己犯的错误 是因为他去了监狱这个地点 那江林老师呢 他针对这个错误 他到底是怎样犯的 这个整个过程 我们就要把它点出来 所以江林老师呢 他是要学生设想 一元故事的后续故事 那通过学生讲的答案 讲了答案他给评价 跟预测 他讲了这个答案 将来你可以做什么 不知道佛琉娜是不是当年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就很会上台演讲 所以今天就当了一个出名的人 就吃了啦 做梦就有啦 好了 那结果就是说 他后来去了监狱 然后就发现他忽略了 OK 好 那看看我们用刚才的六大要素 六大要素 把它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写成一个段落 那这个段落 当然你要符合题目的要求 就是字数不可以超过140个字 那有同学可能会问 老师少过可以吗 少过那少一点点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少得太多 可能你的内容就不够了 对不对 所以过后呢 把这个段落抄下来之后 写下来之后呢 我们还要注意一点 怎样呢 就是你的答案 必须是一段文字 然后这个文字里面的 每一句 每一句都要是完整的句子 所以你会看到 有句号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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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一共有四个句子 不能够一斗到底 不可以 全部斗号 斗 斗号 一个句子完了 再来我们看一看 你还要注意 注意这个句子跟句子之间的玄阶 所以我把玄阶的字眼 用青色标志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今天要考一考我的学生 考一考我的这些 同学们 你待会儿把它读 找个同学来准备着了 读的时候呢 我来着 每个都想要 把这个标志的字眼 他还不知道 标志的字眼不要读 你不要读 然后省略它 来 谁试看 雪柔是吗 雪柔 好 来 雪柔 非常可爱 非常温柔的 那我就开始读 好 来 记得他青色标志的字标读 好 江陵讲完预言故事后 要求学生思考 好 我说再来 好 来 江陵讲完预言故事 要求学生思考故事的后续情节 他依据学生答案 给予评价 与预测他们的未来 他应约到监狱演讲 发现因同情乌鸦遭遇 被他批评会吃亏的董律术 是位女经理 奖项力丰富 被他预言成为作家的吴宝和 在监狱服刑 他突然明摆自己犯了错误 教育因注重孩子的品德培养 雪柔怎样 如果把这个青色的玄阶的 这些字眼省略掉 读起来的时候什么感觉 我会觉得很不顺 就是会很唐吐 就到下一个句子 好 谢谢雪柔 好 看到吗 句子跟句子之间的玄阶 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确定它玄阶得当 那句子才通顺 才不会吊着在那边 内容也能够连贯起来 有关系 也一样跟我们生活 如果我们在家要去KLCC 那也要打一个MRT或者是LRT 就是这样子的 例子 好 好 那再来就是句子中的主意或对象必须要正确 刚才我们有提到人物 对不对 江林是这一篇文章的主角 江林是主角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就是 当我们为了要省略一些字眼的时候 我们用代词的时候 这个他要确定 你指的对象是对的 你代替的是对的 如果你没有搞懂的话 这个他可能就会变成了懂艺术了 学生 对不对 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学生 那这个学生有两个 所以我们代词就用他们了 所以这个学生也包括了吴宝盒跟懂艺术 所以当你在代词的时候 这些人物对象一定要搞清楚他之间的关系 好 再来 这个答案里面我们要再注意的就是 考生栽取要点的时候 要尽量避免无乱省略或缩写短语 怎样无乱省略呢 我们看一看这个预言故事 有同学因为四个字他想要省字 他就写两个 把它写成什么 预故 预故这个词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预故没有这个词语 你不可以乱乱省略 那再来也有同学会怎样省略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 将你讲完预言故事后 学生思考故事后续情节 那我们来考一考 我的学生 这个句子第一个内容来了 少了什么 有些什么差别 来 谁要接受挑战 好 海玲 海玲 快乐 你读一读两个句子有什么差别 来 海玲 第一个句子就是如果没有要求那两个字 学生是在江林讲的预言故事后自动自己想的 然后第二个句子是 对不起 一个句子是江林要求学生自己想 然后第二个句子是江林讲完过后学生自己想 那这两个句子有差别吗 有 如果一个句子没有掉要求的话就是学生自动想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 所以你看到吗 两个字要求 这边不好意思跑位了 要求 少了两个字 可能你省略了两个字 你觉得没什么 但是他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 一个是学生自动自发讲的 一个是老师要求他讲的 所以如果今天江林作为这个老师他不是提出这样的要求的话呢 可能过后他就不会感受到自己错了 因为如果是学生自动自发讲的 自动自发给的答案的话 那不是老师教的不对了 所以就不会能够符合了内容了 后面的答案也不符了 所以很多时候省略缩写的时候 记得要小心 那其他的方面呢 概述方面呢 我们很多时候呢 如果文章是用倒序手法的 那我们在写答案的时候呢 就要尽量的顺序写下去 那如果他是空间上有跳跃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也是一样的 要把它顺序把空间排好它 如果是对话的话呢 在对白或对话或读白里面 我们就要把这个对话呢 转为陈述句 然后找出里面的情感来 那今天老师再举一个例子 是同学们常常会犯的错的例子 就是这一个 文章如果在继续上加入景物描写 他有很多景物的描写的时候呢 记得作者是借景物抒情 他不是要跟你讲这个风景 不是跟你讲这个物 而是他要借这个景物 表达他的情感 所以你要拿什么 你要拿这个情 而不是写这个景 那老师今天就拿了这个 久违的感动这篇文章 然后其中一个答案 这个是答案来的 盖树的答案 我们拿其中一个答案来看一看 爷爷出院到老家调养 只愿作者陪伴才外出 主孙两在暮色中相处愉快 那这个内容呢 是从文章的这个段落里面拿出来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段落里面 他提了很多很多的 你看 描写 只要描写 他把夕阳 夕阳傍晚的时分 漫步的时候 感受到若日沉沉的低雨 拟人守法 夕阳像褪去了一身千华的美人 比喻守法 看到吗 写的把整个傍晚时分的美 景色写完出来 但是这个景色写 其实是要寄托什么 其实他要寄托的是 这祖孙两人 在傍晚的时分出去散步 是带出他们的感情的深厚 他们感情的深厚 然后呢 所以就是说 要带出来的是 这个黑黑的笑着 跟爷爷温润的笑夜 两人 我对你笑 你对我笑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个人的相处 非常的愉快 才会我看着你笑 你看着我笑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 解题 概述完了 我们进入题目了 那当然 题目有很多 从第二题到第十二题 可以一次出十一题 完全不同样的提示 但是这些提示 当然有些容易 有些难 所以今天呢 我就提出了三种 比较难掌握的 同学们常常会面对 不知道怎样答的 就是诠释语义 解读情感 还有就是展开联想 那其他的这些 我们就略过了 今天我们没有时间 去深入的谈 那诠释语义 老师就借了这篇文章 刚才枯萎的普攻音 枯萎的普攻音里面 第二题 文章两次提到 我的心疼 结合全文说一说 为什么疼 所以第一个句子 我的心不由的疼了一下 这像极了我的母亲 我伸出手指 沿着叶脉轻浮 与你对话 你知道 你知道你碰到了 我心最柔软的角落 她在疼吗 一连提了两次疼 当然这个疼是心疼 但是为什么她心疼 她为了什么而疼 结合全文来回答 要注意了 很多同学 如果你找到了这个句子 但是你没有结合全文 没有对上文下文的话 那你就很难找得到答案了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 我的心不由的疼了一下 这像极了我的母亲 这句话来自第三段 那来自第三段 只有短短的一句话 你看了 能够懂她要讲什么吗 她是为了什么而心疼吗 只是短短一句话的话 我们是看不到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要记得 你要看看结合全文 上文 看一看第二段 从第二段的文字里面 我们再来结合这个第三段 然后两段结合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她为什么而心疼了 来 我们找位同学 看一看 消化一下 思考一下 动一动你的脑筋 你觉得她为什么心疼 看第二段 刚才思妮已经读过的这个段落 对不对 来 有谁可以帮 想想吗 心疼 OK 心疼了 OK 两个好朋友 来 思妮也抢着要 心疼也要 OK 来 心疼吧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想要尝试一下这一题 好 来 就是 不好意思 因为有点难看 看不到 现在看到吗 太小 可以 可以 她为什么疼 心疼 因为她在这一边 她的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从这里可以看得出 就是她妈妈 就是作为一个很坚强的女性 可是现在她无法再有机会 可以和她的母亲相处 所以她就会觉得很舍不得 所以她就觉得很心疼 很怀念这样子 对吗 有答到吗 其实你的答案 刚才你答到聪明 刚坚强的时候 已经出来一些了 这个坚强 意思是什么 她付出了 妈妈付出了很多什么 很多 她就是付出很多来养育她的孩子 对了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她心疼妈妈 OK 好 来 谢谢心疼 很好 你要不要再试一下 第二 可以 这句话出自第八段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伪 中心思想 但是我们可以大概给信童看一看 因为 看得到吗 信童 看得到吗 可以 看得到 好 那为什么在这边她说 她在疼吗 她摸着这个普公英的叶子 对不对 她在自问自答 她在疼吗 为什么她觉得 她摸着普公英 是在问普公英疼吗 还是问她的母亲疼吗 疼不疼呢 OK 没有关系 我们给信童一点时间 我们现在 take a break一下 因为大概 我相信全部都是 已经很口渴了 你们的水呢 为什么没有水在旁边呢 好 OK 希望你们 不要乱出去跑 我们待会再见 take a break一下 好了 我相信你们在家里 都已经喝水了 已经休息够了 那么现在就不要浪费时间 我们来继续学习 我们今天要学的东西 来 好 来 信童 好 来 信童 怎样 谢谢 好 为什么她信童了 为什么她信童了 因为我在这边是有看到她轻浮的这个举动 就是通常轻浮一件物品或者是什么东西 都是代表很疼惜的一种心态 就是很珍惜那样物品她才会轻浮 所以她就是 可能她就想要表达她很疼惜她的母亲 然后很感叹她母亲为她做过的贡献这样子 很好 信童已经能够理会了 那为什么她会怀念 会感叹 因为看一看前文 当我们要诠释语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她的前文 前文里面提到了 母亲已去 留一颗蒲公英在这冬日里与我面对 所以母亲已经去世了 对不对 所以她面对蒲公英不由得就想起了她的母亲 思念她的母亲 所以这样的时候感觉很心疼 为什么心疼 现在她要少顺还能够吗 不能了 对不对 她已经在面对着子欲养而亲不殆的时候了 好 来 第二种思路就是解读情感 我们也是用回这篇文章 所以为什么刚才老师说 你在阅读的时候一定要精读首尾 因为你看这篇文章 它的中心思想就在这尾 最后第二段 然后出题也出了 拿了这一段来出题了 她问的是最后第二段 最后文章最后第二段 表达怎样的心境 所谓的心境就是心情 心情就是情感了 我们的情感了 所以看一看这一段 这个段落里面一共有三个句子 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句子里面 慢慢地去细分它 把它的情感给找出来 那我们看一看第一句了 第一句里面老师 已经把它做标记了 对不对 那这第一句呢 如今母今已去 留一颗蒲公英 在这冬日里与我面对 我服下身 看着那泛黄的叶片 眼就情不知尽地 隐满了泪 到底这一句话 里面有包含着怎样的情感呢 可以看得到吗 有谁可以看得到它的情感吗 来 对 是你 是你 说一说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认为在这一句里面就是 作者看见枯萎的蒲公英 然后就联想到她已经不在的母亲 然后出境伤情 然后又因为思念母亲而感到伤心 对不对 淫泪嘛 对不对 淫泪 所以就思念伤心了 文章刚才是由她读的 所以她特别能够领会 所以第一句话的答案出来了 表达对母亲深深的思念而伤心 好 第二句 我伸出手指 沿着叶脉轻浮 与你对话 你知道你知道 你碰到了 碰到了我心最柔软的角落 她在疼吗 好 那这句因为刚才有 也有提到了 对不对 为什么轻浮 轻浮 我们轻轻地抚摸 是因为我们联系她 疼惜她 所以到底她问的这一句 她在疼吗 是真的疼吗 不是 是她自己问她自己 是她心疼 不是叶子会疼 是她的心在疼 为什么她心疼 她心疼她的母亲 当她要 可以奉养她的时候 可以孝顺的时候 母亲已经不在 最后一句 在我疼惜的泪光里 我看到你透着鲁铁的钢墙 与坚毅 打着爱的奇遇 温暖着我层层叠叠叠的孤寂 有没有同学 要试一下 这一句又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要试一下吗 刚才好像有举手 Alice OK 好 来Alice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好 文中最后第二段表达 作者的心境 就是在赞美母亲的坚强 还有她觉得母亲的爱 就是安慰了她 所以为什么我们知道是赞美 如铁的钢墙与建议 这是一句宝义的词语 对不对 她把母亲比喻为钢铁 多么坚强 再来 她要母亲传送给她的爱 打着爱的奇遇 为什么是奇遇呢 我们拿奇遇是为了什么 传达 对不对 传达讯息 所以她现在传达的是什么 母亲传给她的是爱 所以总结答案就是 她首先赞美 赞美她的母亲 接下来她觉得母亲的爱 现在她想的时候 是抚慰她的寂寞的 好 谢谢Alice 谢谢老师 好 所以我们总结 这一个整个段落 如果要带出她的情感的话 情感词会在哪里 爱思念 在感叹怜惜 在赞美 在抚慰 所以这也是文章的中心思想 文章的主旨来的 所以记得读懂文章的中心思想 读懂文章的主旨 就等同于你跟作者沟通了 你明白她要讲什么了 那回答问题肯定就不难了 所以知难行义 采取行动 去消化它 去思考 好好的思考它 那就不难了 好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展开联想 这个题目呢 很多同学都却不会停在这一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开放性的题目 科巴提来的 所以这样的题目呢 它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 然后呢 你可以自己讲自己的 但是呢 回答的时候 虽然可以自由开放 你也不可以天马行空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还以为可以 自由发挥可以 自由发挥可以 但是前提就是要注意 一定要根据材料 还是要回归文章 回归文本 回归文本 跟着文本里面 这个材料 这个文章呢 然后回答问题 或者是从这文章里面 你得到了启发 感想 然后就是你的答案了 再来就是你根据材料 提出了你的看法和意见 这个看法意见呢 你可以是赞成 可以是反对 但是这个赞成反对 前提就是对文章的内容 要拿回出来 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一篇文章 就是说 它可以出的一些科巴提 作者把普公英比喻为母亲 对不对 他把这个普公英当成是自己的妈妈 这样来看待 那你会以什么花来比喻你的母亲 是不是可以自由写 但是自由写的时候也要说明 所以怎样呢 这样的题目 开放题 我就选一种花 选一种花 来比喻我的母亲 然后呢 我要根据花的特征 跟母亲的性格 人品结合在一起 我举一个例子吧 这个是我学生的答案 玫瑰 她选玫瑰 她说 我的母亲有如玫瑰一样 有美丽的外表 但也如玫瑰般有刺 典型的刀子嘴 就是嘴巴很会骂人的 所以常常说话伤人 很贴切对不对 因为玫瑰有花很漂亮 但是她也有刺会刺伤你 所以妈妈有很美丽的外表 但是说话会骂人 所以会刺伤她 那我们来看看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想一想 你的妈妈像什么花 好 有谁要回答 有吗 来 星童 就是我觉得我妈妈 因为她是一个很 还是一个很开朗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她很符合 太阳花的这一个形象 就是我们有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她都会以她的开朗 还有一直开朗的个性 这样子一直鼓励我们 一直帮助我们度过那个难关 这样子 所以因为她开朗 你们就怎样 常常跟她相处的时候 很愉快 对啦 很快乐 就好像太阳花这样 带给我们阳光 很好 太阳花 谢谢 星童 谢谢 星童 当然你不可能去写一面 像写作文这样 那就花掉很多时间了 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再看一看 之前我考我的学生的时候 他们可以写出怎样的答案来 所以也有学生写太阳花 跟星童的有点不一样 墨与花很小 但是却可以做成茶来喝润喉 还可以怎样滋养我的生活 而且墨丽花还能够拿去去臭除臭 跟母亲一样打造一个好的环境 将我的坏习惯去掉 很好 非常好的答案 对不对 所以这边就是所谓的 你可以开放的 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关键一定要写花 一定要写母亲 好 明白吗 好 来到第二个部分 这个是很多同学都讲的 这个古代诗文 当然今天我们来不及讲诗 我们只讲文言文 文言文 诗歌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只讲文言文阅读 所以文言文阅读也一样的 跟刚才我们阅读的时候 其实阅读的能力 阅读的技能是一样的 不管你用在现代文还是古文 在拿到考卷的时候 当然也一样要先阅读 那这个阅读的时候 记得整体阅读 一样的 从第一个字 信一直读下去 读了之后 读完文章之后 看他的出处 他的作者出处 再看他的注释 一二三四 看完他 然后最后呢 把他的问题也读一读 记得 文言文的问题 比现代文更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的问题 是现代文来的 他的问题是用白话文 来问你的 所以我们可以借问题 来明白 猜猜看 然后逻辑思维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内容是讲什么 比如说十三 老大娘为什么会骂韩信 那老大娘人物就告诉我们 这文章里面一定有个人物是老大娘了 所以猜猜看之后 你就看有个母子在这边 应该就是这个老大娘了 原来是这样 再来 骂韩信 有个老大娘骂韩信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 韩信一定是被骂了的 那为什么被骂 就我们等一下要找的答案了 再看十四题 面对年轻人的羞辱 韩信有什么反应 所以第三个角色出来 有年轻人在里面 那这年轻人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羞辱了韩信 可能是骂他 伤了他的自尊 自尊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被骂 韩信被骂了 被羞辱了 他有什么反应 所以在文章里面可以找了 再来 面对年轻人的羞辱 韩信 熟世之 熟世之在文章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找得到 他引出来的一个记者 那会有什么心理活动 那现在我们想一想了 逻辑一下 被羞辱 被骂 你会有什么反应 然后心理活动 就是感觉 感受对不对 你被人家骂了 你有什么感受 所以从这些问题里面 你就可以大约大约猜得到 文章讲什么了 那要理解更 更明白文章的内容里面 今天我用了翻译的基本功 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 翻译只考一题罢了 你为什么教我们翻译的基本功 其实翻译的基本本功 不是只是给你应付翻译题罢了的 而是应付你的阅读 就如说 今天有同学说 文言文对我来讲 好像太空语一样 文言对我来讲 好像是另一个语言一样 那我们就用这个翻译 来告诉他 大家把它转成现代语之后 就不会是太空语了 所以翻译的话 基本功基本上有五种 第一种保留法 就是保留 国号 年号 地号 官名 地名 人名 器物名 书名 这些我们全部保留 因为它从古至今 意思是没有变了 第二替换法 就是说有些词语的意义 它已经发展了 它的用法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要将这些词语 转成现代汉语 这个指的是词语 字词 第三 一味法 就是说 古今的语法的演变 有的句子表达方式 已经是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翻译的时候 要按现代的 现代的汉语的习惯 进行调整 所以刚才这个是替换法式词语 一味法是句子了 就是句子成分 句子结构 我们有主 卫 兵的不一样 第四种 真补法 原句中有省略的句子 古文里面有很多的省略 那这些翻译的时候 我们就要补充回去 那古文为什么会有这些省略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古代的这些文字 它要书写下来都不容易了 有些是要用刀来刻的 甚至刻在青铜器上 对不对 要不然到后来有的书写的方式 进步了之后 也是要写在哪里 这些册子里面 用竹片一条一条的绑起来 所以都不容易 这样的一种方式 情况之下只好怎样 能省则省 能精简就精简 可以明白的就省掉不要写 但是今天的我们现代汉语就不一样 我们现代汉语是我手写我口 对不对 我们讲什么就写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古文的时候 就要帮它补回去 补了你就能明白了 最后一种就是三 三学法 就是有一些虚词的用法 在现代汉语 已经没有词可以替代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翻译了 翻译的话 你就会觉得它很别扭 很累赘 待会我们看看例子 从例子中来印证这些 首先第一种保留法 你看这个被标记的这些字眼 信跟怀音 信就是人名韩信 这篇文章里面的主角 怀音是地方名称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翻译 就保留 再来第二种替换法 这个就是一个难题了 一个重点我们需要注意的 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先 叫同学读一读 有吗 好 一文 200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 谢谢Alice 我好像会常常找的诗仪 很美 好 来 我们待会Alice再教你读下一段 我们先看看这第一段的替换法 比如说我们今天看一下 当我们翻译了之后 韩信在城墙下钓鱼 有几个大娘在做剖洗的工作 有一个大娘看见韩信饿了 看到吗 蓝色跟紫色的字是翻译的 G要翻译成2 好 那G为什么翻译成2呢 当然今天我们的现代汉语里面 G2还在用 对不对 但是当它单独用的时候 我们都用2而不用G 我们举例子说 你看 你问 你饿了吗 要吃饭吗 你不会问 你G了吗 要吃饭吗 那就怪怪的 对不对 所以记得我们要符合现代汉语的运用 再来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OK 比如说这个 完毕的完毕 就是静字 静意 静字被翻译成完毕的时候 我们可能可以用一下联想一下 就好像刚才跟你讲的 你要常常动脑筋 对不对 我们有一句话叫 有智者是静成 用的就是这个静字 又是说有智者 你做事情 最后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完毕静字 由智变词 由智变词在这一边 OK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好不好 就是这个养活自己 自食 自己养活自己 OK 所以智 你不可能自己自养活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由智配成词 翻译的时候 由智变成词 因为词语的意识已经扩展了 我们再看第二段的替换法 OK 来 我们再来 Alice好不好 好 怀音途中少年有辱信者 替 若虽长大 好带刀剑 中情却耳 你再听一下 应该读成 好带刀剑 好带刀剑 中情却耳 众如之曰 信能死 赐我不能死 出我垮下 于是信 熟视之 辅出垮下 朴虎 一世人 皆孝信 以为阙 好 谢谢Alice 刚才读说字 对不对 然后这一边 这个 长 可能你会读成 展 因为它是多音多语字 所以 当我们在做这个翻译替换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 多音多语字 这个 长字 它是多音多语字 可以读成长 可以读成长 那长的话 我们形容一个人很长 就是他很高大 但是如果你用长的话 就是长大 那是动词了 所以意义上就不一样 第二 这个好字 刚才Alice读错 对不对 它应该是要读成 好字 为什么呢 但如果我读成好字 好带刀剑 就是变成是好的 好的什么 好的皮带 好的刀 好的剑 但是如果你读成好字 它就变成是喜欢 喜欢什么 喜欢带着刀和剑 读错了 意思就变成不一样了 所以要注意 多音多语字 在替换的时候 好 下一个一味法 好 一味法 我们来从句子上看 信钓于重下 那我们再回复一下 考一下记忆还在吗 一味法针对的是什么 什么一味 知道吗 谁要回答 考一下刚才讲了 如果替换法是词语的话 一味法是 什么要疑 是你好像要讲话 是你 是你讲话 好像要讲话 好 来 让我试试看 可以 是 我们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跟着语法 就是我们现代语古文的语法不一样 所以要进行一点 疑味 它是跟着句子成分 对吗 句子成分 还记得吗 主卫兵 丁壮补 所以主语要在前面 卫兵在中间 兵语在后面 OK 好 谢谢斯尼 很好的尝试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的就是这样 闻一闻 千万不要怕它 对 赶赶的就去尝试 无论它是太空语言 也是一定要赶赶去尝试 好 所以我们看它的翻译 来 好 谢谢斯尼 韩信在城墙下钓鱼 如果我们不把它的句子 转回现代汉语的话 我们照着致意的话 就会什么 韩信钓鱼在城下 韩信钓鱼在城下 那整个句子的结构就不对了 就不符合现代汉语的主卫兵了 好 第二句 犯信 翻译起来 应该是拿饭给韩信吃 我们总不能说犯信 对不对 吃韩信了 对不对 如果把饭当成动词用的话 变成就吃韩信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 现代汉语的句子成分来书写 这边少年有是有个年轻人 我们不能够年轻人有个 这个句子也是倒转来了 最后一个一位法 出我垮下 从我的垮下出去 所以出古文 文言文在前面 然后翻译成现代文的话 要在后面 所以这个是丁壮谷的句子成分里面的规律来的 第四种真补法 有几个大娘在做瓢洗的工作 为什么我们要加这个做的工作呢 为什么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讲 朱母朴洗 朴洗动词嘛 对不对 那最后没有一个宾女下去 句子就好像不完整了 再来我们有 进瓢数十日 看一看 直到瓢洗完毕 共几十天 这边我们要加一个直到 要不然的话 你只是完毕 瓢洗数十日完毕 那就没有的 句子就欠缺了一些连贯性 看不到了他的真正的语意在里面 几望报忽 哪里是希望得到报答呢 哪里希望哪里是 所以如果我们不放这个是的话 你看哪里希望报答呢 句子就意义 意义上面就有所欠缺了 若虽长大 浩呆刀剑 钟情切耳 你虽然高大 但是喜欢带刀配剑 就表示你内心胆怯而已 所以这个但是就表示你这边 我们连词把它连换起来 关联词语也是起了一定的 连贯性的作用 信仁止 刺我不能死 触我胯下 韩信 你要是不怕死 就刺我 要是怕死 就从我胯下出去 所以这个能死是能够死 能够死就是什么 不怕死 不能够去死 就是怕死 最后一个 文章里面只有一个例子 就是怀音图中少年 有五性者 这个者字我们不翻译 因为者是人或得人的意思 如果我们把它加进去的话 如果我们把它加进去的话 怀音的图示里有个年轻人 侮辱韩信的人 那句子就很拗口 很累赘了 所以基本上 刚才我们就用了五种翻译的方法 把它靠近这个文章的阅读理解里面 那阅读了理解之后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一些怎样的一些技巧 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回答问题的 来我们看第十三题 老大娘为什么会骂韩信 骂韩信 OK 我们什么时候会要骂人呢 来同学们 什么时候你会是想要骂人的时候 谁要回答 韦欣来 生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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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再看一看这文章里面 哪一个字跟生气有关 怒 怒对了 看到吗 所以这个怒 因为生气 所以你骂了 对不对 那答案就会在哪里找呢 老大娘为什么会骂韩信 就在这个怒之后面 对不对 所以伟心猜猜看答案会是哪一个 读原文也不要紧 大丈夫不能致死 无哀亡孙而进食 岂望抱虎 对了 所以你看 当你一抓到了这一个 用你的逻辑思维思考一下 骂是因为我们生气才会骂人 你找到的怒字 答案就出来了 看到吗 所以把这个原文翻译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来下一个 面对年轻人的羞辱 韩信有什么反应 所以这个羞辱也一样 你看 我们可以找得到 他由字变词翻译了之后 对不对 所以你连贯起来了之后 韩信有什么反应 当他被羞辱了之后 所以他的反应一定是在后面了 所以他羞辱他什么 就是问他 你不怕死 你就赐我 你怕死的话 你就从我的垮下过 所以他的反应是什么 如是之浮出垮下 浮腑 看到吗 下一个 这个第三题 那最后 这个十五题 他问的是 面对年轻人的 纠五韩信熟世之 是分析韩信此刻的心理活动 这一种也是难度的题目 对不对 又是要你找心理活动的 意思说心理活动什么 当时你的心里面在想 在感受到什么 你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 就是心理活动了 那你想看 今天如果你被人家羞辱 人家骂你 伤你的至尊 你内心会是怎样的 要不要试一下 来我们看 谁要回答 你被骂 被羞辱的时候 OK来 海玲 海玲 如果我被羞辱 我会很生气 所以你会生气 生气有什么反应 就会很想骂那个人 骂回去 如果他对你的羞辱是无法忍受的呢 翻抬啊 翻抬 打回去 对了 你的反应可能要打他 但是你知道打人是不对的 对不对 打人是不对 又不能打 对吗 所以想想 韩信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了 所以你看 我们不需要去先看答案 我们看问题 然后呢 去照围的逻辑思考一下 把他将心比心 比作自己 对吗 把韩信比作自己 我如果被人家骂我会怎样 我被人家羞辱我会怎样 所以当你将心比心 有了同理心之后 你看看 答案就不难了 他就出来了 韩信这个时候应该是愤怒的 然后他的内心是矛盾挣扎的 为什么 我有刀有剑的 我是不是可以一刀砍回去 不过我要忍 为什么我要忍 杀了人 我也是要被判死刑的 所以他的内心是挣扎的 所以你看 文言文看起来难 但是你一诠释了那个问题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答案不难了 对啊 林老师真的是 今天学到真的是很多东西 平时人家讲 文言文 是很难的 真的是一个 游戏语言文 这样子的 真的是听不明白 读也读不明白 但是今天 林老师给了我们 很多很多提示 希望大家 我们同学们在家的 也抄到 抄下来 这些提示很有用趣的 来 我们最后 给林老师一个机会 来给我们同学们 在家的一些鼓励的话 好 那很多人都说 这张诗卷很难考 对不对 不过无论怎样 知难行业 行动最重要 那当你一旦行动好的话 那我相信大家就可以怎样 在考试的时候顺顺利利 然后大家一起迈向成功 你一定行的 好 很好 一定行 你一定行 我一定行 我想拿A1 可以吗 好 现在是A加 A加 好 我希望你们 一定要跟林老师说 刚才讲的 一定要努力来读好去 然后不要放弃 OK 一定要努力好好来读起来 不会难的 好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那么明天 我们也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课程 所以 bagi anda semua 明天 jangan lupa kita ada Kelas Bahasa Tamil untuk Kertas 1 dan 2 pada waktu dan juga saluran yang sama jadi kita jumpa lagi 明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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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客气 拜拜 拜拜 谢谢同学们 拜拜 拜拜 我孩子是罗建一 他是2020年的SPM考生 他们是读最久的Fong 5学生 我希望是唯一的一批Upper 5 这个SPM从去年延迟到今年 我当然希望能够快点顺利完成 身为家长 我希望孩子能考到好成绩 尤其是华文 这么长的备考时间 压力是肯定有的 但非常感恩 这么久以来 在这疫情期间 这么多老师不辞劳苦地 通过网课教导我的孩子 现在最后关头 电视台还有这么棒的网课 陪伴着他们 算起来 算起来 这班孩子还是非常幸运的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是华文旅监品实际上的 其没法课教导的 最后发展 还成绩的